过去的养生观念 通常都是以食材进补改善体质 这些传统保健方法 爱与体质每个人不同 为了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医师建议必须有所调整 肠胃寒的一个最好的还是热服肚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虽然现在这个很冷 可是我们也不要随意就进 就吃太多的姜啊麻油 这样反而也会太伤肠胃 肠胃不好的人会变成消化不良 所以适当的OK 但是呢太强的麻油啦姜啊太烤炸辣的 也是要适量就好 除此之外中医师表示 真正欲含养生最首要的正确观念 就是四肢的保暖 用热水泡脚既简单又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可以准备个热水桶然后来泡脚 可以边洗澡的时候就坐下来 然后一边泡脚那边洗 洗好以后就是可能五到十分钟 那脚就泡好了这样 好每天都持自己可能泡脚 会让身体比较暖和 另外高医师建议平常待在家里 手掌上就有两个穴位 您只要以瓷器的汤匙顶端 一边看电视一边自己按压 预寒保暖以及养生都会加倍 像是手上叫哨腐穴的在这个第四五指 四五指这样往下握拳四五指的中间 叫做哨腐穴也可以这样子按 是可以帮助心脏加强心脏的功能 还有另一个穴位在在这边 这边是大拇指的这个下面这里 好这个是阳西跟太阳 也可以用你的这个两个手指 这样子按压也可以 好就是这个是在手上 就可以按压的穴位很方便 中医师提醒平常最重要的 多穿戴长裤帽袜以及围巾 这样子才是最为正确的预寒之术 您不妨作为参考 东台新闻李宜清采访报道